最近很多国家都在搞去美元化 比如巴西宣布了和中国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了 东北我们表示以后要加大本币的交易额 海湾多个国家都要和中国开展人民币买油合作 我们可以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小步 却是世界去美元化的一大步 去美元化更准确的说法是去美元中心化 老美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咱都可能不用美元 站在国家角度 不管是投资还是贸易往来 肯定是要频繁使用美元的 但是把美元当祖宗牌位供起来 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在布雷登森林体系瓦解之后 美国依旧靠着全球第一的生产能力 全球第一的消费能力 全球第一的军事能力 全球第一的科技实力 全球第一的自由灯塔信用背书 这五个第一 当之无愧成为全球货币的武林盟主 那逻辑上来说 你做大哥的要得靠望重 要公允 要照顾老弱病残 但老美明显是个左冷馋 吃肉先挑肥的吃 把自私自利演绎到了极致 美元不仅没有成为一个全球都能依仗的中心货币 反而成为美国掠夺全球财富的工具 那这个大哥当然就不能让人信服 其实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 全球各国就开始有去美元化的动作 减持美债减持美元储备 提升黄金储备 主要经济体都在搞 那为啥今年掀起了高潮呢 原因就是曾经美元能够独步武林的五个第一 都在慢慢崩塌 首先自由灯塔的信用背书 其实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就崩塌了 你华尔街拉的屎 要全球各国忍着恶心来擦屁股 那还有什么体面可言呢 到了疫情这一波经济危机 美国更是印钱加息 把主要经济体全部拖下水 货币最重要的信用没有了 那谁不得多个低防的心眼呢 另一方面就是俄乌战争美国的表现 很多人觉得俄乌战争让大家看出来俄罗斯的淫弱 一个小小的乌克兰 你的摆不平你玩垂垂 你还扯什么无力值 但问题是俄乌战争一样体现了美国的软弱 这人可是你小老弟 你小老弟在来打 你都不敢下场帮忙 那以后谁还敢跟你混饭吃 而北约掏空了家底子支援乌克兰 最后也没打赢这场战争 今天的美国不再是海湾战争了 沙漠风暴一招制敌 让人家当场跪拜的主角了 更像一个小人 挑拨离间让人家打起来 完了自己跟后面按压捡羊涝 手段很低劣 吃相更难看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人都会觉得这大哥不靠谱 曾经让美元成为武林盟主的五大基石都在崩塌 当然就到了把美元赶下盟主宝座的时候了 客观层面来说 世界本就不应该有哪个国家的单一货币来主导结算 不是说美元去了要换成人民币 科学的做法本就应该是多个经济体组成的货币联盟 类似联合国这样的机构 不能让哪个国家来负责世界安全问题 那起码五个吧 货币也是一样的呀 任由哪一个货币高高在上 那就会赋予这个货币极高的强权 最后就变成强盗了嘛 咱都知道 独裁不科学呀 违背了社会发展原则 那美元在货币界的独裁 当然也就是不科学的呀 应当被推翻的 所以啊 现在的世界就是处于去美元中心化的路上 不是说以后不用美元了 而是要让美元回到它该去的狗窝 中美贸易可以用美元 也可以用人民币嘛 中国和巴西贸易可以用人民币 也可以用雷尔 甚至主要经济体在一起 组建一个货币联盟发行世界币 这都比美元合理的多呀 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现在的心声是一样的呀 美元对我不重要 人民币对我也不重要 但没有美元对我很重要呀